現在的職業教育過分集中在專上程度 但是高中階段的職業教育就發善觸塵 所以今天的修正案 我希望能夠對證下約 提出改善高中階段的職業教育的一些具體方法 我們現在走到任何一間學校 無論它是所謂班1也好、班3也好 清一色都是文化中學 我們學生在中學階段、高中階段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選擇的 如果它還有什麼選擇的話 就是不去讀書 在早一個階段 我和蔣麗芸議員和其他很多議員 都一起去探訪德國和瑞士的職業教育 我知道盧克劍局長也去過這兩大地方看過 這兩大地方的職業教育的確是舉世聞名的 他們的不少學生都在高中階段 有五成甚至六成的學生進入職業的高中教育 我們附近的地方 譬如說台灣或者內地 一樣都有四五成的學生進入職業教育 就是他們大部分人的出路 這條在內地稱為獨木橋 這條獨木橋上面 大家就是修讀的同一樣的就是學術升科程 他們如果還有第二個選擇的話 這個選擇就是絕學 我們統計過頭三屆的高中 新高中的學生 這些新高中學生 中四讀書的時候 到中六畢業 每年都有百分之十二 很穩定地 百分之十二的學生會流失 相當於每一屆 是九千至九千五百人 接近一萬人 主席 每一屆 一萬人讀讀一下 都會不讀的 這個數字 不是小的數字 我們還要計算一條數 有幾多同學 是熬足三年 熬完之後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得著 就黯然離開這個高中 早幾個月 我們到德國 去到瑞士 看他們的高中學生 進入了職業學校裡頭 在工場那裡 在學校裡頭 他們都非常快樂 那一個很大的對照 我們的學生苦瓜乾 他們的學生 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一個 可以落腳的地方 是有收穫的地方 和是有滿足感的地方 他們覺得 他們在工作上 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穫 而且在工作上 找到一些自己不足的地方 他們再回到學校裡頭 學到自己想學的東西 他們在學校想學的東西 不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學的 他們因為他們有工作 所以他們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學 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學 而且在香港我們很多學生 其實不太知道自己為什麼 為什麼要繼續讀書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分別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不能夠提供他們 文憑事以外 另一個資格 一個終點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的學生就注定了 在一個很困難的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可以令到 我們學生更快樂 更加學習得有意思 更加令到 香港的經濟也更加繁榮 為什麼我們不在這方面 想多一點點呢 我們要改變了 我們更加劇組織 我們要改變